大家好,我是Tom,回到玩足球小將Zero 4月10日出了個新撲,武藏中學的三參順 這隻三參順就是SP屬性MF的位置 隊長技,武藏中學選手全能力加10% 技能MF編成時,自身技能威力增加10% 裝備技能盤球,最大威力7630 技能能力,裝備選手是SP屬性的場合 Match up的時候技能威力增加25% 以這個25%是需要突破10才有這個數值 第二件事,限界突破可能的技能追加 包括有智慧、小智強和三參順 下面這些表就是追加了的技能 對應角色名 有舊友的超低空彈丸射球 智慧的招數也有得突破 隔著智慧和泰女這招 明顯是雙人射球 小智強的強忍射門、猛虎都有 直線盤球 貴公子很舊那張三參順盤球的招數也有得突破 黑色字是上一期突破的招數 第三件,全國大會決勝片後半戰 和前半戰一樣打分和拆硬幣 活動任務包括有 後半戰適合50回勝利 特別適合的初級、中級、上級、超級的勝利 加起來會有2000個彩球送給你 今次打幣有兩種 包括藍色旗幣和黑色旗幣 而今次的碎換可以換到限界突破的筆記 包括射門、全球、盤球、橙球、擋球、擋球、折球和手錘 而今次追加分數的角色會多了一位 就是王者智慧 升到五星有150%的PT追加和全能力 藍色旗幣的硬幣會追加兩個 東邦學院也是那三位 而技能方面,藍角五星技 會追加一個70%的PT和威力 以及藍色旗幣的硬幣 而東邦學院那些 會追加黑色旗幣的硬幣 第四樣故事第十八章 決勝戰追加 打完之後會追加一些角色碎片關 會多了東邦學院的小智強 德仔和健威 之前沒有抽過東邦學院的角色Pool 都可以在這裡插碎片 可以換回他們 有三星角色和兩星角色都可以插 然後看看後半戰的報酬一籃 過程中只要打到指定的分數 會有不同的報酬 包括有筆記 可以突破這些技能 多款筆記都有的 都會給足你的 去到最大150萬分 可以拿齊以上的報酬 之後來到交換所 看看這兩個幣可以換到什麼 首先他們共同都可以換到EXP卡 而筆記呢 兩種幣都會換不同類型的筆記 首先 藍色旗幟的硬幣 會換到射門、PassCut、鏟球和接球的筆記 而黑色旗幣的硬幣 可以換到全球、盤球、擋球和手錘的筆記 一至五星都會齊齊 在這裡可以換到的 那如果你是藍國中學比較多 應該會藍色旗幟的打出來都會比較多 那如果你東邦學院的角色比較多 升滿了五星 那掉落這個硬幣 都是會黑色旗幣的硬幣會比較多 看看自己的隊伍和硬幣的數量 可以換到不同類型的筆記 那筆記想知道有多少呢 可以去回一攬 那最後那個 那就看回自己 用有多少個筆記了 那在突破方面呢 按回這個卡 限界突破 那如果可以突破的東西 就基本上會展示給你 那例如 我可以突破一個貴公子 那可以首先看回突破到幾個 那不同呢 就會多了個 技能能力 如果本身是沒有技能能力 它會追加給你 那看回合不合用 那看看強引射門 那我本身也是沒有技能能力的 那去到突破四呢 我會追加的 還有很多招式,猛虎盜掛,PW屬性才會有追加 再拉低一點,兩星技都會有突破 這裏大家自己深入研究一下 今集玩到這裏,下集再見,Bye Bye